框出胜利中最让人佩服的海 对于求胜狼来说 只有烈洋洋年轻时候才能与他一拼 求胜狼的性格让人很难为情 尤其是狼队 求胜狼实力就摆在那里 其他成员基本不敢提意见 不然就被踢出球队 求胜狼很直接 有时候甚至给人一种反派的感觉 曾嘲讽过三次战败的队伍 这一点让很多人难以接受 其实求胜狼只是表面看起来铁面无私 对谁都特别的严厉 但在求胜狼心里还是很在乎大家的 属于外冷内热情 嘲讽对手是为了激励他们 这样做确实达到了效果 像小羊们就很明显 为了变得更强 他们又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想办法弥补自己的不足 野兔操果结帅他们没用 其实内心对他们的期待很大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 求胜狼感到很失望 才会如此的扎心 羊队整体的实力并没有多强 因为大家都是临时组队 还在慢慢的变强 求胜狼有一定的功劳 他每次都会直接说出小羊们的缺点 让小羊们能够得到进步 小羊们被激励的斗志昂 训练时变得更加努力 进步也非常大 求胜狼希望能遇上强大的对手 可以与自己在赛场上一决高下 他表面看起来很高冷 但内心却很温暖 颜值也挺高 算是非常有魅力的狼了 灰太狼都比不上他的帅气 虽然求胜狼比较孤傲 也不容易相信队友 但是他求平好 不会去耍手段 每次都是使用真正的实力 去将他击败 这样的他也让对手折服 也是他备受欢迎的原因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 就点个爱心鼓励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小羊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中文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